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世界都塌了 妹妹来探望时发现她成天想东想西 便让刚毕业的女儿住下 亲亲混互联网长大 把唱跳俱佳的爱豆介绍给大姨 聊起偶像的坎坷历程与辉煌成就如数家珍 沈蓝耳濡目染天天跟着外甥女听歌 一起守在电视前追综艺 不知不觉成为忠实粉丝 老年追星族不会做数据 也不懂跑前线 但丝毫不耽误 小鲜肉的歌舞视频在旧电脑循环播放 注意力得到有效转移 她才慢慢走出失去老伴的阴霾 沈蓝打开客厅的灯 居然看到沙发上躺着一个人 高鹏黑着脸坐起身 显然把他们刚才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她用刹刀抱的语气大吼 有你这样当妈的吗 儿子家都火烧眉毛了 还有心思花剧款听演唱会 自从儿媳怀二胎后 儿子三番五次 打电话催沈蓝过去照顾 全被她拒绝了 青青扑斥一笑 光着白皙的脚丫子蹦到沙发 烧的是你的美貌 又不是我大姨的美貌 她干嘛不能去听演唱会 沈蓝憋住笑不说话 高鹏的火气更大 满大街瞧瞧 哪有老人像你这么胡闹的 再说不肯帮子女带娃的 算哪门子妈妈 看到大姨不自觉退后两步 青青抖着挂满亮片和流苏的小黑裙 起身挡在跟前 斗志昂扬丢出某宗艺嘉宾的话 有烛光里的妈妈就能有灯牌里的妈妈 青青父母很早离异 但青妈颇有经商头脑 用充足零花钱把她养得个性鲜明 哪怕对着大十岁的表哥也丝毫不惧 见沈蓝保持沉默 高鹏呕出一口老血 沈蓝每每睡了一觉醒来 已是日上三干 她起身到厨房 打了一大杯芝麻黑豆核桃桑肾 年纪大了 该养的肾该补的脑 一个都不能少 青青是一叶猫子 不到中午铁定爬不起床 只是没想到高鹏没走 她坐在阳台打游戏 抱怨她不早点起床弄早餐 想饿死亲生儿子 沈蓝心下一沉 看来她是打算住下来磨她 门铃响起 打开门一看 是青青帮她在网上 买的老人按摩已到了 快递员冒着热汗 把大件物品搬进门 高鹏看得直皱眉头 妈 你又乱花钱买什么 青青闻讯而至 马溜掏出刀子拆箱 他伸出青葱般的手指 得意洋洋介绍 新款温感按摩轮 像按摩师那双有劲道的手 全方位揉捏 可缓解大姨的腰疼和腿抽筋 高鹏听不下去 看这皮质少说要上万块吧 我妈都要去我家带娃了 买回来做什么 百家 青青拿着小刀 故意在她眼前画了一个叉 我已什么时候 答应给你当保姆了 再说她和大姨父 为了供你读书买房 十年没添过家具 现在她年纪大了 要松动筋骨 买按摩已怎么了 又不花你的钱 少叽叽歪歪 高鹏还想插嘴 一旁收拾泡沫和箱子的审栏 终于开口 你小姨赞助了一半的钱 少说两句 青青一屁股躺到按摩椅上 舒坦地叹了一句 就是 你不心疼你妈 我还心疼我姨呢 小时候 我妈做生意忙 经常把我丢过来 那时候天天看你对大姨表演甩脸色 你一直吃他的花他的 怎么就没觉得自己败家 高鹏被噎得说不出话 思索半分钟后 他决定硬得不行来软的 妈 其他都好说 但你最喜欢的孙女准备上学了 大孙子也快出事了 要是你实在不愿过去照顾 就把爸爸留下来的钱给我 我看上了一个不错的项目 投资大概需要五十万 沈蓝神色一江 你爸走之前得了重病都没钱治 哪有几十万给你当大老板 高鹏急眼 妈 你别瞒我了 有个做保险的同学说 我爸生前买了寿险 在他走之后 公司给你理赔了一百万 你一把年纪又有退休金 揣着那么多钱也没用 不如交给我钱生钱 空气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只剩下按摩椅运作时 发出的突突气囊声 轻轻摆弄着案件上的新功能 扬起嘴角讽刺 我就说嘛 无事不登三宝殿 原来有人冲着爹妈的财产来了 高鹏恼羞成怒 你闭嘴 沈蓝明紧双唇 向清紧摇头 然后用骨水无波的声音说道 这笔钱是老头留给我过日子的 你就别惦记了 高鹏用不可置信的眼光看着他 你不肯帮忙带娃 又不愿拿钱出来帮我 以后别怪我不给你养老 威胁的话说到位 他怒气冲冲 甩门而去 清清正想追上去骂几句 沈蓝抹了抹嘴角的泪痕 将碎发捋到耳后说 别管他了 上次你不是说有个理财产品不错吗 快教我研究一下 沈蓝从银行买了新的国债出来 手机铃声大作 是高鹏打来的 他说大宝上完兴趣班 突发奇想 要奶奶 不等妈妈去街 一个人跑到公交站 等一二三路车 谁知走到半路 他被电动车撞到 送去医院 发现肝脏破裂 需要二十万押金做手术 沈蓝心头一紧 孙女使他一手带大 感情还挺深 以前每次路过高鹏家楼下的公交站台 他也跟她提过 一 二 三 可以去奶奶家 沈蓝算算 也有三四个月没见孙女了 心头一揪 急忙回家 清清正在做瑜伽 见他神色紧张翻银行卡 忙问出什么事 然后陪他打车到医院 高鹏在医院门口等着 一见沈蓝马上伸手要卡 又火急火燎 问密码是什么 他先跑过去缴费 沈蓝急急把卡交出去 双唇一张一合 说出老伴的生日 高鹏捏着卡想跑 清清一把拉住他袖子说 我的大长腿跑得更快 可以帮你办入院手续 去去去 你一个小丫头 哪会弄这些 别耽误时间救人 要是我女儿 有个三长两短 全家跟你没完 清清举着香满水钻的手机 不依不挠 过来的路上 我在爱豆后援会的群 问有没有姐妹 在这家医院工作 正好有人回我了 她说有个跟你女儿 同名的小女孩送来了 但只是轻微骨折 不需要什么大手术 看着高鹏沉下的脸 她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难道这个世界 真有平行时空 你女儿会在同一时间 发生不同状况 沈蓝听不懂 什么是平行时空 只知道险些落入儿子的圈套 她一把上前 抢回银行卡 满脸疲惫 上楼探望孙女 护士姐姐正好帮小姑娘 包扎完伤口 沈蓝想上前抱抱 没想到大孙女 侧身躲开了 那一刻沈蓝的心 像灌了签 孩子心性不定 如果不是儿子和儿媳 在家说她坏话 孙女会对养大她的奶奶 生疏到这种程度吗 既然心里有了戒备 孩子更不可能 是为了去奶奶家才受伤 面对沈蓝的质疑 高鹏哭丧着脸说 不错 我是骗了你 她是在小区玩滑梯时摔倒的 可谁让你不听我的 项目的入货时间快截止 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 你不能拖累我呀 青青翻了翻白眼 你这个啃老怪 掏不出钱 还嫌我一拖后退 高鹏嗤之以鼻 说得好像你没啃似的 毕业一年多 也不找正经工作 成天想着追星 难道花的不是你妈的钱 要你管 我十八岁就开始 打理自己的股票账户了 再说 你当我只知道傻乎乎追星 我用学来的营销策划能力 帮我妈赚钱 也要向你汇报 我只是不喜欢 天天去公司打卡上班而已 高鹏还想再争论 沈兰疲惫至极 拉上青青 头也不回地走了 原以为高鹏会消停一阵 谁知 孙女的伤刚好 她就厚着脸皮 脱家带口回来 美名其约陪老妈 高鹏对之前的事 道歉又欠毁 还抢家务干 沈兰前脚进厨房摘菜 她后脚让她到外面歇着 没事躺躺按摩椅 反正别累着腰了 儿媳也怂恿女儿套近乎 教她用童言童语说 奶奶我好爱你哦 之类的客套话 餐桌上 夫妻俩轮流给沈兰加菜 青青看着她碗里 堆成五指山的肥牛 炸鸡和五花肉 忍不住送来同情一瞥 吃完饭 高鹏催老太太下楼消食 她看青青在客厅连麦打游戏 用脚踢了踢她的拖鞋 有没有当客人的自觉 我和老婆做饭洗碗 你好歹客气点 帮忙扔垃圾 青青没好气地下楼 挽着沈兰臂弯 在小区遛弯子 走到一半 她眨眨眨眨眼睛说 过年那会儿 表哥宁可脱家带口 外出旅行 都不回来陪你 现在无端端全家总动员 我觉得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安好心 沈兰眼神有些疑惑 青青咧开嘴角说 嘻嘻 大姨 我不是说你是老母鸡哦 只是觉得一个人不可能突然变孝顺 她挖空心思唱一出调虎离山 猜猜 是不是为了那张银行卡 不会吧 两人对视一眼 马上转身跑回家 一进门 果然看到高鹏和媳妇 在房间翻箱倒柜 沈兰气得说不出话来 静静在一旁看热闹 不嫌势大 哇塞 硬的不行来软的 软的不行来抢的 表哥 你真是让我眼界大开呀 眼看瞒不下去 高鹏扑通一声跪下 妈 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前阵子 我在网上赌球输了几十万 要是还不上 得卖掉房子 老婆也要打掉孩子 跟我离婚 媳妇果然蹦出来叫嚣 不错 要是你不把钱拿出来 帮她还债 我明天就上医院流产 把孙女带去你 见不到的地方 夫妻俩轮着用哀球 和威胁夹工 闹得沈兰耳朵嗡嗡嗡 嗡 她应急心常说 你们结婚那会儿 家里出了十八万 满新房时 我们掏空大半家底 连累你爸 继续卖命工作 看房时 你说为了方便接送孩子 我们还咬牙给你凑了十五万 于情于理 你都不该再伸手管我要钱 高鹏哀求 你宁愿眼睁睁看着我七里子散 也不肯拿出那一百万吗 沈兰叹气 凡事有因才有果的 是你 先眼睁睁看着你爸去死的 现在没资格拿他用命换来的钱 高鹏脸色瞬间苍白 像极了被阴雨天覆盖的大雪山头 两年前 沈兰还在高鹏家帮忙带孩子 有一次 老伴觉得不舒服 去医院 一检查 竟是得了肝癌 沈兰觉得天都塌了 一时没想起保险 联盟找儿子 要老伴不久前赞助地买车钱 高鹏却说 钱交给车行下定了 拿不回来 犹豫片刻 他捏着手机 表示上网查了很多病例 肝癌很难治愈 钱砸下去 也是打水票 沈兰不敢置信 医生还没下定论 老伴确诊前 还惦记多画几张设计图 帮忙还车带 亲儿子居然说出丧心病狂 她拼命 忍着颤抖的手 准备打电话 找经济宽裕的妹妹借钱 谁知 高鹏急忙拦住 跟小姨借钱 要先说好 是你借 还是她给 反正 不能以我名义还 如果我老婆知道 把钱花在不能治好的病上 一定会跟我离婚 那一瞬间 沈兰真是恨啊 老伴一只脚都跨进鬼门关了 儿子还在心里拨算盘 平心而论 他跟老伴对儿子不错 从小吃喝不愁 学习用品也到位 考好有奖励 考差 老伴会帮着分析 可儿子越大越叛逆 像脱缰的野马 根本不听父母使唤 学老婆时 高鹏不知是不是瞎了 非要去性情乖张 当过小太妹的女人当老婆 沈兰本不想喝这杯媳妇茶 但老伴是传统男人 觉得养儿防老 让儿子赶紧结婚 繁衍后代才重要 沈兰受不住儿子的坏脾气 三番四次 想撂挑子不干 老伴苦口婆心说 他们只有一个儿子 如果不趁现在帮他 将来别说养老 怕是连把氧气罐的人都没有 为了有儿养老 老伴掏空自己 也要成全儿子 拼命给他买房买车 养小孩 可讽刺的是 最快决定拔掉氧气管 不想被老子拖累的人 正是享受了 父母大半生付出的儿子 沈兰带老伴去大医院 可惜专家们纷纷摇头 老伴说 这是命 沈兰哭死了 如果夫妻俩不是忙着被儿子压榨 也不至于辛苦攒钱 连体检都不舍得去 临终前 沈兰给老伴用最好的止痛药 那个时候 儿子特别怕被问医药费的事 三天两头才来一次 儿媳带着孙女索性不出现 看着薄青儿子 看着为自己端屎端尿的妻子 老伴终于承认 养儿不防老 也庆幸当年保险受益人 写的是妻子 幸亏我走得比你早 不然后半辈子更没指望 说完 老伴叮嘱沈兰顾好自己 钱捏在手 不要像以前那样傻乎乎 一下交出全部家底 葬礼很快到来 沈兰在灵堂上 听到儿媳抱怨新车不好开 没想到高鹏居然说 好在买车的事早一步落实 不然肯定被亲妈发现 她对亲爹见死不救 那一刻 沈兰的心比北极的冰更寒 她觉得做好人没意思 老伴累死累活一辈子 死前极度痛苦 还得受着儿子算计 好在妹妹来了 从犀利角度帮她分析 不是所有孩子都是来报恩的 儿子不孝 更不该全怪父母 高鹏从小叛逆 爱撒谎 打过骂过也教过 十五岁后 更是到外地求学 她遇过什么人 经过什么事 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 根本不是父母能左右的 就像社会是个大染缸 有人出于泥而不染 也有人能经住诱惑 唯一的错 是姐夫过于天真 指望靠儿子养老 掏心腹出 又渴望邪恩土豹 沈兰听得一愣一愣 轻轻抱着她脖子说 大姨 别难过了 你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的 你有一百万啊 必须把以前没尝试过的事 通通享受一遍 才不往游戏人间 高鹏当然没有欠下几十万 她只是习惯性 用谎言骗取父母的付出 爸妈不就是这样 明知前方有可能是陷阱 也忍不住 伸手拉孩子一把 从痛心到麻木 沈兰终于想明白 她在四肢健全时 都得不到儿子关心 更别指望 在动弹不得后 能享受天伦之乐 妹妹说过 青青这一代 更看重独立自由 哪怕留下千万财产 她也顶多帮病榻上的老母亲 找最好的养老院 孩子在孝顺 也不会像沈兰过去那样 端屎端尿 给公婆养老 日夜不眠伺候丈夫 既然如此 不如主动选择 舒服的七夕所 养老院是不错的选择 前提得有钱 沈兰母子再一次闹掰后 亲亲妈打电话安慰老姐姐 说等她金盆洗手 就回老家盖房子 到时找几个 志趣相投的姐妹 抱团过日子 有经历一起旅游 生病了 请护工照顾 总之 养儿不一定防老 但有钱 一定能让人老得更体面 沈兰有退休金 有房子 还有丰厚的积蓄 只要善于理财 不怕多活几年 捏着大头的钱 偶尔给点甜头 随时拥有 让贪财儿子 跪舔的能力 她想吃团圆饭时 送一部手机 想见孙儿了 买些漂亮玩具 沈兰决定改掉 银行卡密码 要是高鹏将来良心 有所发现 就给她多留点钱 要是死性不敢 她就把钱花完 再潇洒 告别人间 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哪怕轻如母子 也有落空的可能 把救命钱 拢在手里 老太太才有机会 在养老这件事上 尽可能 立于不败之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 就可以私信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